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天的一个台股 它跌掉了1225点 害不害怕 你如果昨天有看我节目的 你应该知道 这是一个逆转胜非常好的买点 昨天我为什么跟你预告 这个盘三天之内必大涨 它强谈在即 我没有随便说说 介老师的预告 喜欢跟你讲在前面 你当然也会印证在后面 我希望今天大盘跌了200多点的过程 这个逆转胜的买点 你千万不要措施了 你千万不要措施了 该给你行情的分析 我一定事前的剖析给你知道吗 你才有办法做好预备动作吗 如果我在这礼拜一礼拜二 没有告诉你 这是一个假跌破的现象 我如果没有在昨天告诉你 融资减肥的幅度远大大盘下跌的幅度 这盘即将反转 你今天不敢买 你今天大盘跌到这个位置 跌了242点 你敢买吗 你敢进场吗 但是你是我会员 我盘中怎么带你看盘的 我盘中怎么带你操作的 你会很幸福 等一下 一样会拿出口讯 来跟你对时对价 礼拜一 台股杀身隆隆 我说量价结构 回档修正量能萎缩 这是一个假跌破的现象 它会增穿头 因为伴随着杀融资 至少会回到前波的高点 礼拜一的分析 礼拜二提醒你 大盘跌掉了870点 然后融资减肥了207亿 你所看到的是 大盘不过跌5% 融资减肥了7% 如果用今天的一个指数 跌了1200多点来计算 大盘指数大概跌了6.9% 那融资源呢 昨天又多减了39亿 所以整个融资呢 大概是减肥了8.3% 融资不包括今天 大盘数跌到今天1200多点 将近7% 我没有把今天 融资再断的余额加上去 所以不管怎么算 融资减肥的幅度 远大于大盘下跌的幅度 这是一个反转讯号 这是一个落底的讯号 所以我在昨天礼拜二 就告诉你 这盘强谈在即 三天之内必大涨 三天之内必大涨 我布局的重心 从6月份7月份到昨天 电子股 电动车IC设计 两大主轴没有改变 所以今天一个盘 有没有大涨 早盘杀下来 你一定认为 秦老师讲错了 得200多点了 它怎么会涨 我昨天也很明白告诉你 IC设计的金豪科跟华讯 我昨天趁它破底的时候 开始买 开始做接回的动作 金豪科是特别汇能股票 华讯是普通汇能股票 全体汇能帮金豪师做见证 昨天杀 我说我迫不及待出手了 为什么要出手 跌构深 基本面又大度成长 融资又杀得很彻底 昨天买下去 我不是跟你讲吗 我不怕短套 我不怕短套 因为它已经跌得差不多了 如果再跌 就是加码而已 那这辆党股票 爱设计的 今天表现如何 今天表现如何 有没有大涨 差一档亮灯金豪科 华讯呢 有没有涨半根以上 该给你的行情的分析 总是 先讲给你听嘛 所以你要懂得闻香下嘛 不要我带会员 你吃米粉 你旁边在发烧 没效了 光说不练 只听不做 对你的财务 一点增加都没有 所以今天一个盘事 杀下的过程 你来看一下 9点45分 这是我发给全体会员的 盘事的看法 今天早盘的急杀 当时候跌226点 已经出现最后赶底的现象 融资应该会断得很严重 预计中场过后 指数就会反步定高 9点45分 当时候杀了226点 结果就从这个位置最低点 中场过后 有没有反步对应高 有没有翻红 前面投票 高低点 几点 刚好400点 如果就指数的概念 你买这个位置 可以赚400点 所以 跌262.0 既然知道融资断得很严重 中场过后 指数会反步定高 这当然是一个大买股票 逆转胜的一个时机 所以我 这两个礼拜 一再跟你提示 融资大减 你必须当机立断 掌握逆转胜的契机 今天 就是一个最佳的买点 今天就是你反败为胜的一个时刻 所以 盘氏的分析 所带给你的策略 希望你有做对动作 IC设计电动车 就是我操盘的重心 你看一下大盘跌了1200多点 每期 电动车的 三阶段的操作 6层 2层 3层 叫做一倍 超过110% 到昨天为止 美琪玛 你感觉 你有受伤吗 你有受伤吗 今天美琪玛呢 再度的亮灯 再度的攻涨停 我不想要算几%的一个乘数了 亲爱的朋友 6层 22% 3层 今天又多了一根 是不是 超过一倍的利润 大盘跌1200多点 今天落底 那美琪玛呢 领先大盘再创高的 所以我在之前就告诉你 这根跌停板 杀下来 我为什么说跌得好 强势波动的股票 如果回档下来你不买 你就看他一直扶摇直上 是不是 大盘跌1000多点 你有感觉吗 买到这种股票 买到这种股票 你不觉得 非常的 心旷神仪吗 你又看到今天大盘 落底了 那这种股票呢 当然还有上涨空间 所以呢 这种股票不要随便卖 不要随便卖 所以沿路的逢低 买上去嘛 尽量灯 玩甲 一样电动车的 礼拜告诉你 跌够深了 不用杀低 如果你之前套牢在这边 没有出的 你把 昨天不是大涨半根吗 今天玩甲呢 一样 又涨了半根了 关键性的时刻 欣老师总是会拉你一把 尤其在盘市 杀融资 断头的过程 我这两天 一直告诉你 低阶不杀低 低阶不杀低 手中有电子骨的 你应该很庆幸 竟然是所介绍给你的 IC设计股票 党党都是强放 新唐 之前这一波段 81%嘛 低点接回之后 你所看到这档股票 有让你受伤吗 有让你受伤吗 盘市回档啊 1200多点嘛 新唐呢 有回吗 有回吗 我接回之后 我受过有短套 短套的过程 刹下来 131持续性的低阶嘛 持续性的逢低层接啊 因为 你所看到的基本面 筹码面太棒了嘛 7月营收 依然成长三位数字啊 融资不停的一个下降嘛 基本面筹码面 让他股价产生 绝对的抗跌性 我选的股票 品质的保证啊 常常有利多嘛 昨天礼拜二新唐 9月 说要调涨报价嘛 供不应求啊 要调涨15% 对第四季的获利 当然会产生 非常正面的效果啊 是不是 所以 昨天参加的新会员 9点27分 新唐 我们告诉你 135附近买 发完讯息之后 刹下来28分 股价在134 很好承接 很好承接啊 时间教你去对 新唐我讲过嘛 这几次的动作 我都开放给全体会员 一起买 普会买 特会买 尊龙当然也要买啊 因为它的基本面够好 它的成长够大 好几万张啊 所以呢 全体会员一起买 大家都买得到 到时候要卖 大家也一定会全身而推 所以呢 今天 全体会员 跟金老师对时对价 我们告诉你135附近 一样可以买新唐 今天沙夏你可以买在134啊 买完之后会亮灯了 会亮灯了 今天新唐你跟我买在平盘以下的 赚超过一根掌龄板 因为它盘中有没有亮灯 尾盘150啊 差一块钱亮灯啊 这样子将近16% 这是不是一个逆转胜的买点 我们你 10几% 今天哪一档股票 你买了会赚10几% 有 等一下我让你知道 所以关键性的时刻 在今天已经发生了 你已经看到事实了 如果你现在还悲观 如果你现在还想观望 我真的爱莫人住了 人讲给你听的 前两天我都讲得很透彻了 该给你股票 电动车的美其马今天亮灯 新唐IC设计的MCU今天亮灯 两大主轴方向不变 你跟着动作的 没有让你受伤 美其马还让你创造超过120%的利润 同一档股票 电动车的概念股票 新唐呢 有没有一倍 之前一大波段 八成 这一波段呢 这一波段呢 有没有十几% 光是今天啦 平板以下买的就十几%了啦 这是什么行情 这是逆转胜的行情啊 所以朋友 积极一点 今天既然已经落底了 你已经看到止疊反转讯号了 你还在耽用什么 你还在害怕什么 今天今天是没中心的 你如果要怕 那秦老师 就带给你 你来跟我做股票 你会做得很贅 你没感觉吗 这一档金豪科 IC设计的 之前三大波段 134% 7月22号 过高了只能往上解码 当做最高196.5 你可以卖在200以上 当时候 7月20号 告诉你要卖的一个位置 最高冲高到213 你可以卖在200以上 是不是这样有134% 当他昨天杀到 破底131附近 我说差了七八十块钱的 昨天破底 我买给你看 我公开的 我说我接的 我们这一段是没有受伤 这是特别会的股票 我知道昨天他杀下来 出手低接 全体特别会帮秦老师做见证 为什么可以低接 一档股票回档 回得那么深了 基本面依然创新高 年成长84% 筹码面是越来越干净了 回档过程 融资不停的被清洗干净 那就特动了 买 我说我接回 我公开了 今天大门 一开门点200多点 你想说金牢科可能会中错 搞不好你想说会抵定版 今天早盘的金牢科呢 其实就没什么抵了 其实就没有什么抵了 今天金牢科 来到127 还有更低点可以买 我不晓得同庙 你有没有出手 你有没有出手 昨天新委员 907分的金牢科 有没有告诉你133附近可以买 08分在133 平盘附近一定买得到 很好买 很好买 是不是 最低还杀到127 买在平盘附近 尾盘拉出去 今天买的 一样快赚10% 昨天的分析重不重要 昨天盘是的架构破底 市场上悲观 我看得出来 我当然看得出来 尤其在今天台股呢 盘中杀了200多点 我就知道 那个断融资 最恐慌 急杀赶底的时刻 已经来了 所以我在9点45分左右 告诉会员 告诉会员什么事情 今天是一个逆转胜的时机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希望同票 今天你可以做对动作 你今天如果没有买股票 至少不要杀股票 我只能这样讲 对 我只能这样讲 究竟是45分 早盘的急杀 已经出现最后赶底的现象 融资应该会断得很严重 很干净 预计中长过后 指数会反步跌高 45分 当做跌226点 我如果发这样的讯息给你 你看到这样的讯息 你会觉得 很安心 至少我叫你买股票 你会报警警 至少你不会去杀低 盘中这个讯息多重要 光是9点45分 这一通讯息 值回票价 值了400点 对不对 你自己看一下 这边杀了226点 尾盘变成涨164点 是不是将近400点 有我陪你看盘 你会比较安心 有我带你操作 你会赚取超额的利润 因为被我抓到了 被我看对了 看对作对 获利陈述效果 自然会落实在你的财富增加上面 另外一档IC设计的 华讯 之前三个买点 来到7月12号 波段高 可以赚83% 47% 38% 7月12号 我卖在156 这普通会的持股 是不是 赚完那么多利润 我说过 这一段我们也没有受伤 对 差了快50块钱 昨天 破底 我说我出手低接 我出手低接 不怕你知道 很丑的K线 很丑的K线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可以低接 我操作股票 难道是凭感觉吗 难道是因为它跌购深吗 跌购深是其中的一个要素 因为跌深是最大利多 你知道 但是为什么可以买 因为它回档过程 基本面依然创新高 年成长依然高达一倍以上 那融资余额呢 你有沒有看到 一直递减一直下降 大家都被洗光光的 筹码是越来越干净 所以昨天出手 今天还有更低点可以买 104.5 我告诉新会员 107可以买 找盘 你对是对价 就买在107平盘以下 华讯呢 有没有翻红啊 今天最低是104.5 是翻上去了 所以这个行情 很明显的已经出现 落底 开始反转上攻的一个奇迹 接下来 需要千尔老师 帮你逆转胜的 千万不要再等待 千万不要再等待 付诸行动 我帮你逆转胜 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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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掌握未来 系列 cu Cart 模 开例 正硬 遍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商业台 欢迎会到节目现场 盘式的架构 今天出现一个逆转落底的讯号 我希望接下来行情 既好把握注意一下 资产的配置 该如何集中火力 相信你看我节目很清楚 我的股票集中管理 每一个等级会大概三档左右 今天落底了 我会拼到五档 我会拼到五档 持股满档 好不好 郁金光平盖股的 上礼拜四 我说利空买点物超所值 这种盘 很多当股票 出现 类似玉金光上礼拜四 那个下沙的力道 因为大盘跌了一千两百多点 其实没什么大利空 但是跌了一千多点 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大利空 因为跌太深了 跌深就是最大利多 为什么我8月12号 上礼拜四 说这是一个利空买点 之前五月份 一样有利空 第一季有杂音 郁金光 但我说下半年会更好 郁金光的第一季财报 一定不好 第二季财报也不好 半年报的数字当然不好 但下半年总是会好 因为它下半年的业绩 EPS通常是上半年的一倍以上 所以上半年不好 都很正常 所以遇到这样利空 当时候告诉你386 可以低接郁金光 结果涨一大段 从三字头涨到六字头 这样卖掉294块钱 617带你卖的还记得吧 是不是 卖完之后 差了170块钱 这不是乌超所值利空买点吗 上礼拜四的郁金光买在465 当天拉高 收盘收最高51 当天赚46块钱 礼拜五回档 我说他很强 大盘重做 强啊 礼拜大盘又回档 郁金光回到479 我说你上礼拜四的一个低点 还有一大段 不然你就怕什么 不用怕 利空找买点啊 大盘回档修正 来到落底买点加码 我不这样跟你讲吗 所以整个郁金光 今天盘重大涨 快20块钱啊 那就OK了嘛 买在相对低点就可以了啊 不然为什么昨天的 IC设计的金劳科 华讯 开始做结尾的动作 不怕你知道 不怕你印证 切好是一个对时对价 这个操盘的务实性 实在性 值得你来借重 我可以让你借重的价值 在不管盘式的分析 个股的操作 我永远会跟你讲在前面 我永远会跟你做预告 所以你可以做好准备动作 做好准备动作之后 该赚利润你可以赚得到 该避开的风险 你也一样避得开啊 今天环球金 我有做结尾的动作啊 赚三个股本的环球金 之前一样 上次疫情的影响嘛 落底的买点上去 大赚一波啊 5月12号 赚三个股本的环球金嘛 5月12号买在630 然后呢 6月18号卖在910 这样子大波段操作 280块钱了 是不是 910卖掉的啊 6月18号啊 没有卖最高啊 最高涨到 涨到将近快1000块嘛 这边跟我没有关系啊 那现在下来当然有关系啊 因为股价变便宜了啊 9.18号环球金只跌了 767附近接回 当时候在762 你去对时对价 买在762啊 我卖在910的 差了将近150块钱了 够便宜了吧 够便宜了吧 接回之后 783啊 今天可以现赚21块钱 买762的 783啊 这不是一个逆转胜 超额的利润的买点吗 你说是不是 另外 这三档面板驱动IC的 一档是敦泰 一档 是所谓的一个天女 另外一档是气创 都是IC设计的 他们的7月营收 都创下利益新高 年成效率66% 这叫回档13天啊 13天叫转折 出现落底的买点 今天的敦泰 跌停板附近 很好买 很好买啊 之前的敦泰 4月份就操作过 一趟了嘛 从90几块钱到 223卖 资产翻倍 当时候获利年成长11倍 是不是 所以当他回档修正了 13天呢 怕吗 有我带你买 你就不会怕 10点19分 敦泰 营收新高 回档13天 19附近买进买回 20分股价在 189.5吗 很好买啊 跌停板附近买下去 几乎可以赚一根 不是吗 说平盘附近 天律也是一样 面板驱动IC的 平赚三个股本的机油股 7月营收年成长142% 跌停板附近 要懂得大胆买 4961的天律 这都是买点 3545的敦泰 这都是买点 买来都可以赚将近10% 细创也是一样 回档13天 这都是一个标准的 承接的一个实际点 所以行情 今天你已经看到落底了 而且是确定落底了 未来电子股的波段行情 需要欣老师帮你的地方 不要客气 跟我们先上助理做联系 我能带你 所操作的是 掌握逆转胜的波段利润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先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